大家都说太极拳可以养生 那是因为太极拳来源于道家的养生术 是在道家的养生术的基础之上发生 发展而来的研究养生防身一般的规律的权利 它练的是规律 比如说我们的命能力很重要 你念拳的时候有没有刺激命能力 那你的手有没有从下面楼大地之漆 将天空之漆 通过劳宫血灌入百灰血 然后导影从上向下 到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 到会阴道入你全 有没有这个动作 你有这个动作 那就说明你念的这套拳是来自于道家的 你是张扬勿扰的这样的 这是表演的 和道家的没多大关系 我们手上的劳宫血是个大血 你没有对着你的任脉寂静倒影 那和养生术没多大关系 那你念的拳只是称为太极拳而已 太极拳的套路训练是基本功 是自己在念自己 太极拳的灵魂是格斗主 是防身主